您好,这是静姐说花 今天我们来看球花石壶 球花石壶的花量特别大 一串一串的开 又特别漂亮 还有淡淡的香味 当初就是被它的花吸引买的这个 现在看到这个是它第一次开花 也是我亲自养开花的第一次 所以特别开心 这是个原生种 它的原产地是在中国,云南,东南亚那一带 所以它喜欢的环境自然就是那一带的环境 大致就是温暖湿润,半阴半阳的环境 适合它生长的温度大致跟蝴蝶兰差不多 可以比蝴蝶兰稍微再耐寒一些 或者说可以大致参考金钗石壶 也就我们说的春石壶的掩护环境吧 我是一年四季把它养在户外 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环境 上面是有加遮阳网 这棵我是2022年在展会上买的小苗 琼花似乎在我这儿还不算便宜 但小苗就便宜多了 因为小苗不算太贵呢 我是买了两棵 不过是在两个不同的展会上 但是今年开花的就只有这一棵 另外那棵没有开 为什么年龄相仿的这两棵 一棵开花一棵没开花呢 这两棵都是22年买的 一个是4月份买的 一个是6月份买的 开花的是4月份买的那棵 看这俩个头没开花的 长得还更高一些 它俩所处的环境 也是一样的 都是挂在这儿 给水给肥 肯定也都是一视同仁 不可能有偏有像 那是什么原因 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呢 我思来想去 莫不是因为 我给其中一个加了水盆 那看来这一碗水 还是没有端平 还是有偏向的 没开花的那棵 水给的多了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 这两棵用的盆呢 不一样大 一大一小 盆小 只要少 那干得再会快一些 我怕它会太干 就自作多情的 给它加了一个水盆 我当时调节到 水盆里如果 接满水的话 将将能碰到盆底 但多数时候 不可能接满嘛 所以也不存在 盆底积水的问题 当时观察下来 觉得还挺有效的 挂水盆的这个 这条长得就 特别的水灵 所以长得个子 也比较高一些 另外一个 始终就没有挂过水盆 在冬季特别冷的那会儿 把水盆 短暂的给摘下来了 但是 稍微不那么冷了之后呢 我就又给挂回去了 再后来就发现 没有挂水盆的那个 开始发育小花苞 这个时候 另外那个是挂着水盆的 又挡了一段时间 那出来的花苑 长得有点大了 而另外一棵 迟迟没有动静 这会儿我才想起来 把水盆给摘下来了 但是直到现在 这个也没有任何的花苑 估计今年就这样了 季节已经错过了 可能不会开花了 那我在想 它没有开花 是不是因为 我挂了水盆的缘故呢 是不是在冬春季的时候 稍微空空水 更有利于出花苑呢 这是我的猜想 明年冬天春天 我肯定不会给它挂水盆 而且尽量少一点给水 看看能不能两棵都开花 秋花石湖的花苑 是出现在两年生的茎上 也就是如果今年新出了一个茎 明年不会开花 要到后年那个茎上 才会出花苑 道理上来说 它每年都会出新的茎 所以每年也都应该有 两年生的茎 也就是每年都应该是 可以开花的 这一点跟春石湖不太一样 春石湖是在一年生的茎上开花 也就是今年新生的茎 明年就能开花 说到秋花石湖 我还有秋蓝 顺便去看一眼吧 秋花石湖是蓝花 但秋蓝不是蓝花 这就是当年买的秋蓝小苗 养在屋里 好生伺候着 它又开花 后来顾不上 直接扔到院子里 它倒没完没了的开花了 完全不用管 好 那今天的视频也就先到这了 谢谢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